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的时候 美国司法部通知了彭斯的律师 有关机密答案 在彭斯两个地方发现机密答案 有关机密答案的事件的 司法部不会指控彭斯 所以对彭斯的有关调查 机密文件调查就宣布结束 所以那指控也不会存在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那这件事情过去了 就是那故事就放在了川普身上 放在了拜登身上 对吧 这是首先先解除了彭斯的 对彭斯的这种威胁 那彭斯这件事情本来我眼睛里看到就是 他太技巧 这个人太技巧 太坏 太技巧 太坏 所以他要取得一个所谓道义上的一种优势 取得道义上的优势来表示自己是最传统的 最传统的 最守法的 最具有共和党保守派品质的人 所以他是自查 自查自摸给自己弄出的事 自查自摸弄出事之后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FBI可能会觉得你多管闲事 就是你纯粹是胡来 我们现在看FBI 其实很多问题你就很难 很难去从国家角度去看了 我们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40分钟的节目 在逃的被FBI通敌的那个以色列人 他那段讲的故事 其实是 我觉得是很有趣很有趣的 如果大家把那个部分的那种内在的那种精髓 能够理解到之后 就知道美国现状 就是在实际处理当中的一些故事了 那彭斯这个故事呢 就我眼睛里看到 不是说对彭斯没有关 就是没有事情 而是说将直接决定彭斯是否有资格参选的问题 那他本来可以不在这个时候宣布 他确实在彭斯宣布竞选总统之后 那司法部宣布的 所以就解除了彭斯的后顾之忧 那彭斯在竞选中就可以不会顾及到有关机密文件的问题 而任何人去在共和党竞选中 如果出现川普跟彭斯之间出现对垒 在有关机密文件的问题上对垒的时候 川普没有任何优势 川普当指责彭斯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彭斯会说司法部已经认为我是非常我是很配合的 那谁都会有毛病 但是呢 司法部作为国家司法机关 完全承认我的配合 那意思就是你不配合 你有问题 不是我有问题 这故事是这么来的 所以是为了放出彭斯手脚 在共和党初选中 让他可以攻击川普 所以这故事 我觉得从故事你就这么看 现在的一切 就是为了阻止川普竞选 那川普呢 做了一个回复 就第一时间做了一个回复 应该是在下面 川普的中心在他的推文中心呢 依然是在以德桑迪斯作为中心了 没有 刚才有看到他的 这儿呢 刚刚宣布他们不会就档案骗局问题 对彭斯提出指控 川普说太好了 但当我被全部免罪的时候 我至少跟他一样 是一种无辜的 那而拜登呢 有1850个箱子 还有在华 华盛顿唐人街 那对川普的这种猎物 何时再停止 所以这就是川普的表态 其实川普的表态很简单 他也很清楚 你只不过是为了打击我 对吧 你只不过是为了打击我 那如果你把彭斯这个解除了 那我这个怎么办 你是否也都解除 那你怎么去修正自己 但真正的麻烦应该是拜登 应该是拜登 在你查到有关机密文件的时候 他有那么多东西 你们却听之认知 所以这是川普已经很熟悉 很熟悉美国司法体系中的这种游戏 那川普就表现出他的一种 完全的 只能说表现出他的一种 完全的不在乎 完全的一种 一种蔑视的态度 就像玩笑似的 OK挺好啊 很好啊 那他可以撒手干了 那我这怎么办呢 你看着办吧 其实是以这样的态度 那这种态度 就是表明 美国的司法体系失去了 失去了他的尊严 失去尊严 因为他在用这些东西 去攻击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 攻击去攻击一个美国的前总统 那这种方式的出现呢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所以这是 而这种攻击的本身呢 在川普身上 so far到现在 没有产生作用 包括德桑迪斯 在不同的媒体中都显示出 德桑迪斯 即使在佛州 德桑迪斯也在加倍的输给了川普 所以这是今天德桑迪斯 当然他不会放弃了 这是一个民间社会的反应 这种民间社会的反应 到底他的 因为这是民意调查嘛 那真实性到底有多少 我现在我也不敢说 真的不敢说 因为是他整个精英层面 在借助有关媒体的效应的时候 在借助民意调查的时候 都在注入到自己 都注入了自己的目的 所以就失去了 我们在任何探讨的时候 都将会失去他的准确性 说实话 失去他的准确性 他不像说 你比如说FBI跟CIA和这个司法部 失去了他的信任 那人们知道他的目的性很强 但是数字调查这东西呢 它是来自于数字 而且只看结果 没看问题 真正的民调 你要对比不同的民调 他提出的问题 对不对 那问题的对等性才会出现 他的可比性 民调的可比性 所以我个人一直跟大家 就提醒大家有这问题了 那刚才川普谈到有关民调的问题 是否能改善经济 那川普占领先53% 德桑第四了 现在都是德桑第四 南卡领先49% 爱荷华领先42% 新汉布什41% 佛罗里达领先28% 这是他说呢 做出的民调查 但这个民调查有点奇怪 你可以看他时间 01.5月11号到6月26日6号 所以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是这个 那这个民调就这么出来呢 互动是民调 这是我们跟大家解释 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 很麻烦的 我不知道川普注意没有 那这是国家研究ABC 那写01年5月11号至6月6号 那肯定01年不存在 对不对 怎么存在这个问题呢 第一个第二个 怎么能存在5月11号到6月6号呢 今天6月2号 所以哎呀就是 我们只能说有时候觉得很 看这些东西我觉得挺吃力的 那在内华达 那川普领先三煞 领先德桑蒂斯 就是有关提名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 这是谈到这个 共和党就是其实美国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 是川普的鼎立支持者 所以这是乔丹要求司法部的副部长 Lisa就有关达勒姆的报告进行检会 到国会来听证 它的含义就是说 达勒姆做出了报告 独立的报告 那而报告内容直接针对你国会 针对你司法部跟FBI 完全是一种不公的一种做法 那我国会想了解你 其实是这个 而那份达勒姆的报告 使得川普非常战先了 那是没错的 这样就表现出本身的 那表现出本身的 美国政体的整个分裂 这篇内容就讲 把川普对比成这个里根了 这是他转推的一份内容 是Dellie Collar Dellie Collar是 是这个 卡尔松的 是卡尔松弄起来的 那这里面就是川普抨击了 德桑迪斯 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 一些房屋政策 然后这里面 这篇内容是 《华盛顿时报》讲的 说川普是否 解密了档案 那对他的刑事指控 是否有合法的议题 所以这就是 这是一个很荒谬的 司法部在 不去这个 不去针对 这个彭斯的 解除了彭斯的威胁 但是呢 《纽约时报》呢 在 对不起 《华盛顿时报》 又在讨论说 对川普有关 机密档案的问题 这是美国社会 那司法部 当然有他权利 去选择 哪些可以起诉 哪些不可以起诉 哪些不用起诉 这是 那这是川普讲说 那谁是 是只犀牛了 是这么个比喻了 那这篇内容呢 这是来自于 福克斯的 福克斯的五人节目 五人组的节目呢 福克斯呢 是所有开播电视当中 最热门的一个节目 他有五个人 那其中 这个杰西呢 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杰西有他自己 独立的一个名字 那独立的一台节目 那川普正在 把他打倒 那杰西就直接在 昨天的五人组的节目上 对这个德桑迪斯 提出了严重的指控 严重的一种警惕 说你根本没有能力 去挑战川普 大概就是这么个 所以川普在他的 真相社会中 他只会转载 就是这么一个 转载的方式 所以我坚持以为呢 他确实缺少平台 那就现在来讲呢 整个局面不是很清晰的 是相当混乱的 那而几乎这个国家的 其他的政治势力 几乎其他政治势力 都在打击川普个人 这是真真切切的 所以这个场面 我坚持以为不好说 完全不好说 最终会怎么样 包括这个过程中 美国社会是否带来某种报应 这都保不提了 因为 这是一个报应的时代 这是一个报应的环境 为什么要是因为 也许多更多的 是一个人的